黑色轿车行进路口准备左转就在下一秒 执行双载骑士当场撞上 两人腾空飞过车顶旋转360度 重摔道路旁 机车后滚落地面 事发新北三峡复兴路 当时轿车要左转进巷子 执行双载骑士闪避不及迎面撞上 造成后座乘客伤势严重 但警方发现骑士无罩 恐怕也得负起罩泽 同样惊悚车祸还发生在这里 一辆轿车行进路口正要左转时 执行小货车高速驶来 两车当场撞个正着 货车车头溅起大片火花 轿车则是弹飞 往后撞到路旁分隔岛才停下 事发宜兰县明大道扬明路口 双方驾驶都受伤送医 而在这里则有人练车练到大打出手 两位年轻人一个旧衣领 一个连续挥拳 晚上玩车玩出火气 另一头却在上演特技 想耍帅翘狗脸 结果一屁股狼狈重摔在地 事发台中大理 人划路驾训班对面场地 一群年轻人先逗欧闹事 接着又翘狗脸摔车 练车场成的群聚闹事场地 让人傻眼也吓坏民众 警方已锁定对象追查当中 记者黄天耀范雅桥综合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频道